八月被称作是分手月,因为很多明星都分手了,不过也有不少好消息啊。 三十五岁的大发陈亦涵就引赖了人生中的一个新阶段,不仅和男友领了证,并且还已经还上宝宝,清晰节当天陈亦涵和男友去名证据领了证,一现身就被大批记者包围,陈亦涵更是大方宣布喜讯,并且透露肚子里的是个男宝宝,难免幸福甜蜜之情。 公布喜讯之后,陈亦涵的心情一直很不错,也是频繁在社交网站和网友互动,不过这两天,陈亦涵的动态,可是让不少网友直呼考验势力,眼睛都要看瞎了呢。 8月22日下午,陈亦涵在社交网站晒出照片,原来是外面下雨了,地点是陈亦涵家周围的住宅区,怀孕之后陈亦涵也开始在家,安心让胎了。 他写道,我就这样看了一个小时,雨下了又停,又下,持续反复,这辈子,依然在原地不动,我完全无法专心做别的事情好享受。 照片中可以看到,外边的雨确实很大啊,不过陈亦涵说的辈子在哪里,谁家的辈子下雨了还没收,这真是要逼死强迫症啊,哈哈,这辈子应该是废了吧。 然而,过了一天,今天8月23日,外面还在下雨,陈亦涵打着伞出门了,这雨也是越下越大了,陈亦涵撑着黑伞,手指着远处,表情很是愤怒,他配纹,还不收起来,陈亦涵的照片,真的很让人好奇啊。 不过这次陈亦涵给远处手指的地方圈了红圈,但是,还是看不出选机的小伙伴们举个手,看了网友的评论才知道,原来陈亦涵说,的是辈子啊,还是昨天的那家,还是那两床辈子。 网友纷纷直呼,看到发的照片,真的也都要看瞎了。